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干货了 因为最近家里有一些事情 然后再加上最近拍摄相对有点多 还有学员这边在上课 所以就没有抽出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些干货 这一期又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干货 因为之前我看到好多人多留言说 分享的东西太普通了,太基础了 怎么说呢 因为就目前而言 其实我的大部分受众 目前还是相对于一些基础比较差的 或者说接触摄影相对时间不是太长的 这些粉丝朋友 所以在我的视频里 我还是会耐心的去解释一些 相对基础一点的东西 但是在往后的视频中 我也会慢慢的加入一些 进阶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 这一期呢 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久以来我都想分享 但是一直都没有分享的一款软件 它叫Satellite 3D 这么一款软件 相信很多人也已经看到过了 有一些摄影师也都在用它 去分享自己的曝光 当然我自己在跟我的学员上课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软件去做一些曝光的展示和分享 顺便呢 我们就拿一个镜物拍摄作为一个案例 分享一个所谓的镜物摄影中的万能曝光法 也就是最常见最通用的曝光的方法 好 我们打开这个软件 它之前是有一个新建的步骤 我省略掉了 它就是提示你选择房间的大小等等 你那个按需选择就可以了 进来之后大概是一个空的场地 会有一个模特 我这是把模特都替换掉了 现在的这个场景 是我刚才已经搭建好了一个场景 它的主要的区域 大家看下边 是在下边这一块 对 它的操作呢 也非常简单 就是你需要什么 你就点到什么 把它拖拽到这个画面里面就可以了 比方说我现在 我是想拍人 那么我就可以拽一个人过来 对 你看 不论是人还是产品道具啊 它这里操作都差不多 你看这一个地方 它是旋转 按着它 它可以旋转 对 然后这个呢 是上下 像这里边每一个 你都可以看一下 它解释的也非常清楚 像这些有替换模特 如果你用的灯呢 像比方说这里有灯 那么它还可以替换灯 比方说它是不同功率的灯啊 像这里还有不同的配件 这样可以选择 所以这个软件 我自己试下来 我觉得它的这个光线的模拟 还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我就非常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不需要的呢 就按一下Delete 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像这里 你看我们常见的模特和灯光 闪光灯 热靴灯 热靴灯的配件 还有这个常亮灯啊 像阿莱这种 泡沫板啊 反光板都可以用上 所以这是这个里面的主要的一些常用的功能 那么对于这个整个视图呢 我们是怎么去操作呢 主要在集中在这一块 这一块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 是3D旋转的功能 对 怎么用呢 你把鼠标点到这上面 然后开始滑动它 转动它 它就可以预览不同的视角 记住你的手不要松开哦 对 然后这个呢 是移动 前后左右的移动 这个就方便你实时把你的画面调整到画面的中中心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是放大缩小 它是怎么用的呢 跟前面一样也是要按住不动 然后往左边拖动就是放大 往右边就是缩小 对 这个呢 点一下 它就是放大 放大到当前合适的位置 这几个配合着使用呢 那你就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效果了 比方说 我们先把它缩小一点 现在大概是这么一个场景 那么我们常用的这些模特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做很详细的改动 包括头型啊 包括发色呀 包括服装 包括皮夹科的反光度 你看 它做的非常精细 包括有没有眼镜 肤色的反光度 肤色的颜色 这些包括眼球 都有 所以这是一款做的非常惊奇 非常精良的软件 我们再拿一个灯光配件来说吧 然后拿一个标准照来说 好 拿一个标准照 打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现在就打亮了 现在呢 我们怎样预览它的效果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有一个机位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相机移过来 然后把它转向人物 那我们简单的试一下 我们如果给它换一个 换一个配件 看看 我们给它加一个蜂巢吧 加一个蜂巢 现在就光线 现在光线就约束到了 我们如果不想用这个呢 我们还可以换一下别的 换一个柔光照 柔光箱 好 现在人物就变得非常的柔和了 它的亮度呢 也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调节的 对 对 看没看到 我现在可以把这个切换一下 这个切换 就这个视角就过来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清晰 很大的画面了 我们不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再转回来 好 这就是它大概的一个用法 如果说我需要多盏灯呢 那我们就可以再拖进来一个灯 对 这个都是可以360度移动的 非常方便 这对于新手来说 去了解不同的灯光 不同的配件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在我刚接触摄影的时候 就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软件 也没有那么多机会 去接触那么多的配件 好 我们回到现在的这么一个场景 去做一个拍摄演示 这对于很多接触进入摄影不久的朋友来说 也算是一次教学了 我给大家还原一下 我是如何去做这个场景的 首先在做的时候 我先选到一个 我自己觉得舒服的角度 然后把它放大一点 对 放大一点去做 因为这个软件可选的道具不多 所以我选了这么一个桌子 这个桌子 它原本的颜色是木色的 它是在哪里选呢 它可以在这个道具里面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桌子 看到了吗 我把它拖拽进来 它就是这个样子 它上面有一个果盘 这个果盘可以显示和隐藏 但是不能改变 我就因为这个苹果呢 它是绿色的 所以我为了做一个相对和谐一点的搭配 我给它颜色选择一个绿色的 对 OK 进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需要设置一下相机的角度 看一下怎么样是你认为比较合适的 我把它调整到一个我认为OK的角度 这里还可以选择你的镜头 你看你的镜头的焦段 这是包括哪一个镜头 70-300还是哪一个 你都可以选 我这选了一个90的镜头啊 这些地方包括这个地方还有对焦点 你看你可以拖动这一块 我的对焦点肯定是在这一块了 对不对 光圈的话我给它设在了F8 你看如果你设的0.95的时候 你看这个画面就非常非常薄了 那我们还是给它设到8.0 然后快门你也可以设置 我就设置在默认的125 感光度的100 好 我们这个地方还可以设置色温 这些我都没有给它调 这里还有全画幅 还是说你用半画幅 还是你用的中画幅都可以设置 那现在呢 我要开始慢慢的给它去搭建东西了 首先我选择了 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条形柔光箱 拖进来就可以了 拖进来因为它是可以产生比较柔和的光线的 这个地方附件我选择了柔光布 因为如果你不加附件的话 会非常亮 它会干扰到后边 所以我现在给它加了一层柔光布 柔化一下光线 但你如果想进一步的限制光线 还可以加三个 但是我觉得效果太暗了 我再给它换回来 我们所用的通用的曝光方法 就是说在一侧有一个主光源打在产品上面 在产品的另一侧呢 我们加一个反光板 反光板可以在这个空光里边 有一个圆形反光板给它摆到合适的位置 这些角度都可以调整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反射的区域 对不对 好 好 我们把反光板加进来之后 它就可以给暗部做一个反光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 右上角 我如果把它删掉 大家可以看暗部就没有光线了 所以我这个地方给它加回来 暗部又有了光线 如果这里你换成泡泡板之类的也都行 现在呢我们继续去看 这个时候我们的场景就已经搭建成功了 我们如果把后边这些挪开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此时的画面拍摄非常的单调 那么我就给它适当的加一些背景 所以我再选择同样色系的背景 这个地方背景纸也是可以选择颜色的 这个地方我选择了一个绿色 然后呢绿色进来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投影仪 这个在摄影闪光灯里边 有一个这个勾勾的投影仪 投影仪也非常有意思啊 我看了一下它非常强大 除了可以选择功率之外 它可以选择蒙版造型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博主 它打出来各种各样的背景 它就是用这个投影仪去打的 我之前介绍过它也叫输光筒 但它里边的图形有限 不过它最强大的地方是 你可以自定义图案给它加进来 大家可以看到最后这个圆点 这是我自己画了一个圆 就是一定要用黑白剪影的这种形式 就是白色的区域 就是呈现的黑色的部分 就是遮挡的 我们现在替换回来之前的百叶窗 这个你可以调整它的角度啊 也都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地方可以调整它的功率 其实它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你看它这里也可以调整功率 但是它这个功率是有上限的 如果我现在500瓦的上限 如果已经满足不了你的使用了 那你就可以再换成1000瓦的 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换其他的设备 跟刚才说的一样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还想再丰富一点画面的话 我们可以在道具里边 找一些绿纸给它拖拽过来 形成阴影 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你可以去调 对多少远近都可以去调 对这样我给它设置了一个阴影 把它的亮度适当降低一点点 好 现在我们的这一个场景就搭建完成了 如果你想放大一点 看你的这个画面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点这个地方 有一个切换按钮 它就来到这边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中的大图是这个样子 我们感觉它还是OK的 这就是一次最普通最常用的一个曝光方法 好 确定没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给它输出了 这个地方点输出 曝光有改变 你可以点击新照片 你看它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强大的是什么 它这个地方可以做调整 这个对于你去做演示的时候非常有帮助 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 这样你去给别人做分享的时候 就一目了然 很清楚的能够看清你的光位图了 这个是俯视图 那现在的话我们去给它输出 这里可以选择PDF 也可以选择GoPG 我选择GoPG好了 把它输出一下 桌面 光 好 好 现在它打开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 这样你去跟别人在做不光分享的时候 别人就会觉得你做的非常的用心 然后也非常的一目了然 好了 这一期的内容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家观看